大家好,2018年川普发动贸易战 当时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一个领域 半导体,也就是芯片 那么两年多过去了 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的如何呢 前两天,商务部公布了5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其中引起讨论最多的就是芯片产业 因为今年5月份,中国对韩国的芯片的出口 首次实现了顺差 5月份,我们出口给韩国的芯片是149亿美元 进口韩国的芯片是134亿美元 顺差15亿 这是我们历史上首次对韩国芯片产业实现了贸易顺差 就是说在芯片领域能挣韩国人的钱了 对吧 这个是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那么我们呢,其实对韩国的芯片的出口啊 已经连续24个月正增长了 就连续24个月一直在增长的 一直增长的 是今年5月份实现了黄金交叉 我们也知道韩国是芯片大国 对吧 能在芯片领域挣韩国人的钱了 也就说明啊 中国在芯片领域上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发展 很多发展进步啊 并不是一瞬间的 对吧 它是一点点的积累的 需要用时间去沉淀的 是需要用时间去检验成果的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 那根据韩国贸易协会KITA的分析 他说这个中国啊 对韩出口呢 芯片呢 也是大头啊 当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更是大头 尤其是今年5月份 突然增长的很快 增长了40.9% 那么KITA分析啊 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疫情 对吧 你看中国对韩国芯片出口 连续增长24个月 疫情也正好大概两年 2020年开始嘛 疫情 韩国的疫情呢 现在也得不到解决 它导致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 企业开工率不足啊 就他说这个 韩国的相关的半导体产业 开工率啊 至今也没有恢复到7% 就开工率不足7% 那这就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呢 就是人员的原因 这个经常会有人 对吧 生病了 得新冠了 等等 会请假呀 甚至等等啊 等等 导致啊 这个人员本身就补充不足 第二个呢 就导致供应链的破坏 不仅是韩国供应链的破坏 还有全球供应链的破坏 很多芯片的原材料呢 供应不上 是吧 再加上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呢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也掌握着一些关键的 芯片的原材料 很多关键原材料 供应不上 那么中国呢 对吧 我们啊 在这个芯片的原材料上 还是不缺的啊 我们自己都有 对吧 搞的是全产业的啊 其中还有这个叫 什么棚啊 乳啊 这个搞稀土的应该知道啊 就 韩国这个贸易协会呢 还讲了 还有这几个关键的稀土原材料 也是供应不上 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 第二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他说呀 中国在芯片设计领域上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那么中低端芯片呢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当然不忘了后边加一句啊 中国的中低端芯片 利用成本低 对吧 采取了人海战术 采取了人海战术 第三个呢 就是中国对韩出口 增长最快的 是新兴传感器 还有人工智能芯片 这两个领域呢 中国在全球呢 是优势巨大 优势巨大 甚至不可超越的 尤其是人工智能芯片 这个就我们所谓的弯道超车嘛 对吧 就是在原本的领域啊 原本的领域啊 你们这些国家深耕了好多年 那我们就换个方向啊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现在已经是领先的 人工智能芯片 那么中国呢 对韩贸易顺差的主要的部分啊 就是新兴传感器 还有人工智能芯片 再加上中低端芯片 中低端芯片呢 它的主要应用领域 就是家电和汽车 这就涉及到芯片的 对吧 目前的现状啊 这个有三纳米啊 五纳米啊 七纳米啊 但是七纳米 三纳米 五纳米应用的领域 并不多 主要就是手机 那么目前芯片呢 主要啊 都是 都是12纳米左右啊 尤其12纳米以上 这些是大头 是产业链的大头 比如家电 对吧 比如我们空调啊 电视啊 汽车啊 包括军工啊 飞机啊 这些都用芯片 但是这些芯片呢 其实 大的芯片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的手机嘛 很薄又轻 出于散热的需求 对吧 需要的是小芯片啊 但是这个 这几年手机的出货量不足啊 不止国产手机 苹果手机也不行 出货量都不行 对吧 手机是萎缩的 为什么手机萎缩 以前说过 手机发展遇到瓶颈了 现在一个手机 你能用好几年的 对吧 手机也好 网络也好 没有实质的科技进步 那我一个手机 我能用好几年 大家换机的欲望就不足 换机的冲动也不高 新发行的手机 出货量不足 也导致高端芯片的市场 是在萎缩的 但是因为电动汽车 等等啊 这些领域的发展 对吧 反而啊 中低端芯片呢 市场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中国 中国在这几方面的优势 它给的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了 中国这几年啊 在多金硅 对吧 就芯片的原材料上 多金硅上 还有这个 稀土上 对吧 包括一些特殊气体上 都产生了实质的进步 那导致呢 我们在芯片产业链上 其实形成了自己一个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的闭环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的闭环 那么无论是韩国也好 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对吧 它是多个国家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但是中国呢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闭环 也包括光刻胶啊 等等啊 这些领域 对吧 这些领域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韩国这个贸易协会分析的 还是比较完整 比较全面的啊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对吧 说我们中低端成本优势 用了一下人海战术 算了一下 但是分析的是比较全面的 也符合中国芯片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对吧 而且这个 这个 KITA啊 对韩国芯片未来的发展 还是比较担忧的 因为他认为啊 芯片是韩国的现金奶油 现金奶油啊 是韩国非常重要的产业 但是这个产业呢 被中国在一点点的蚕食着 对吧 在一点点的蚕食着啊 呃 其实也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说这个 呃 包括韩国 对吧 他在新兴的芯片领域 比如尤其是人工智能芯片 为什么 就是进步不大呢 主要还是产业链的原因 因为 这个人工智能芯片 对吧 那你要在人工智能 整合产业链都要整合 整合的话呢 呃 你才能对相关的产业更熟悉 才能制造成更好的芯片来 但事实上 对吧 国家比较小 只能做单一产业链当中的一环 很难全都去做一下啊 也是很难的 对吧 呃 这也是国际分工 其中的一个小弊端吧 一个小弊端吧 不管怎么讲吧 中国的芯片发展 对吧 其实已经取得了长度的进步 取得长度的进步 那么目前呢 我们主要的进步呢 是在原材料上 呃 在周边产业链上 在这个 气体啊 需要的特殊气体上 对吧 包括矿产 稀土 领域上啊 还有这个 呃 存储芯片上 还有这个 对吧 这个汽车 家用电器 航天行 航天等等的芯片上 以及传感器 人工智能芯片 领域上 啊 优势是巨大的 再加上整个产业链是完整的 对吧 所以呢 后期的产业优势啊 会更加的放大 所以这里要说的什么呢 就是很多事情啊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对吧 对中国来说呀 这个国家比较大啊 但是真的要 集中精力 对吧 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去做这个事情啊 其实说 呃 说发展起来呢 也是非常快的啊 也是非常快的 呃 那好了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啊 就说一下芯片的领域 对吧 当然啊 我再补充一点啊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电动汽车也好 包括家电也好 其实我们在海外 对吧 这个家电啊 国产的是越来越多了 呃 其实我们对美出口啊 这几年啊 其实很多人也有个误区 对吧 什么中低端产品啊 低端产品几乎没有了 我们看中美贸易 包括我们的对外出口 积电产品 其实占主头 积电产品呢 其实算中端贸易 有一部分算高端贸易 但它不算低端贸易啊 因为我们在积电出口 对吧 占的也越来越大了 那其实也会带动着 积电出口的 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一直以来啊 对韩国也好 对弯弯也好 这个逆差比较大 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呢 是组装厂 对吧 那中国是组装厂 组装厂里边需要的 很多零部件 尤其是日本 韩国 台湾 他们的半导体呢 产业链比较多 对吧 我们的很多零部件 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 所以就导致啊 我们对日韩台是逆差 对吧 对美国是顺差 因为美国买的是 完整的积电产品 你譬如一个电脑 美国买的是一台完整的电脑 所以它是逆差的 但是我们电脑里的啊 比如这个 嗯 CPU啊 对吧 芯片啊 是买的啊 日韩台的 所以对他们是逆差的 这是产业链的原因啊 对吧 这产业链的原因 其实这些年 我们对日本啊 这个很快就要 对吧 这个 已经翻转了啊 对韩国这个 这么发展下去 也要顺差了 对吧 那剩下就是弯弯了啊 就是弯弯了 很多事啊 一步一个台阶 一步一步走的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